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三平一副 球队有一些压力 现在需要更冷静去对待这份压力 认真训练 认真的对待比赛 现在球员们精神上 体能上会有些劳累 但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会摆脱这种疲劳的情况 当好像一轮比赛 球员张成栋介绍本场备战情况 这两场比赛离得比较近 我们这两天更多的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恢复体能 当然泰达跟我们也是一样 都是经历了一周双赛 明镜这场比赛对双方都是一个挑战 这两天 我们会积极恢复体能 恢复士气 希望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取得胜利 最近球场之外有些风波 对球队有无影响 作为一名职业球员 在密集的赛场下 每个人都没有时间去关注场外的因素 只会将精力放在训练场和比赛上 尤其我 门主帅也刚到不久 我们更多的是适应主教练的技战术安排 也希望大家把关注点放在经济层面 放在赛场上 目前球队三平一副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我们要扭转这种情况 也更应该悬神贯注的投入到场上 作为队长 我也会经常在更衣室和大家沟通 希望我们能取得反弹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自然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